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去到塞尔维亚访问 与总统穆薛奇会面 又去到99年遭北日轰炸的 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旧子彭调 魏凤和说中国军队 绝不允许这样的历史重演 国务委员兼防长魏凤和 星期四起一连三日访问塞尔维亚 第二日在首都贝尔格莱德 与总统穆薛奇会面 并一起观摩当地部队演练 内地传媒报道 姆薛奇向魏凤和形容 中国是塞尔维亚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感谢中方在抗击新冠疫情 维护国家安全 加快经济发展等方面支持塞尔维亚 又说塞尔维亚支持中方 在维护香港、台湾、新疆等核心利益的立场 魏凤和感谢对方的坚定支持 形容两国是铁杆朋友 中方愿意与塞尔维亚拓展军事交流合作 推动两军的关系深入发展 魏凤和随后与塞尔维亚防长 想突发落维棋会面 两个人一起去到1999年 遭到北约军宅的中国驻前 南斯拉夫大使馆舅子献花 近期中国和欧美国家关系紧张 外交部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 发言人也重提当年的事件 三天前北约外长会上 他们把中国称为挑战 中方想提醒北约 北约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 当年北约介入科索玉战争 并空袭南斯拉夫 在5月7日一次空袭入面 吴宅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造成三个中国记者死亡 二十几个外交人员受伤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章报导 感谢观看